我跟他被醫生說,因為他的身體有醫藥 你看醫生嘛,就有那個醫生跟他說 跟他說很遺憾你得到那個麻蜂病 他聽到這個時候,他嚇呆了,你知道嗎? 好,很震撼啊 然後就這樣子,他就被送到那個 因為只要你發現是麻蜂病,就會被隔離 他就被隔離送到那個地方去了 但是他都還沒有發現這個是 但是一直聽到那個瑞堅老師講 他還發現說,很慚愧,自己非常非常的慚愧 我會自己是一個和尚,自己是一個佛教徒 根本,因為那個阿彌陀經經獻證說法有沒有 看到這個,那個是佛說耶 佛說阿彌陀經耶 竟然一點震撼都沒有 可是聽到人凡夫、熟子的凡醫生講一句 你得麻蜂病的時候,竟然 就說很震撼你有沒有 很吃驚你有沒有 就是說,佛語講都不會感動啊 他說很慚愧啊 他說,就是說 哎呀,就是聽到那個瑞堅老師的講法以後 他就很慚愧,就是起這種大慚愧心啊 感覺很對不起阿彌陀佛 因為阿彌陀佛這麼慈悲的來帶自己啊 但是,自己竟然這麼遲鈍啊 而且這麼不相信,不相信阿彌陀佛 然後,就是說 人的醫師講的一句話 比那個阿彌陀佛還管用啊 他覺得很慚愧啊 跟那個瑞堅老師告白這樣子 其實那個人就是我們嘛 我們都是這個樣子啊 你看阿彌陀佛 我們看到多少佛經啊 可是我們很少會被那個佛經的話感動 可是你看我們人啊 我們跟人這種 我們跟這個凡夫有沒有 跟這個凡夫人的相處啊 他可以讓我們啊 那個喜怒哀樂 阿彌陀佛 對啊 所以我們根本不相信佛嘛 所以我們是 我們不相信清靜的東西 對 無法相信 因為老師常常覺得智慧不夠 無法相信 對咧 正進去 天天在受 阿彌陀佛也常常在受 不感動 不震撼 比佛經現在說法 我們一點也沒有感覺 所以這個師姐今天這樣告白 其實也是 對他自己很好 對我們也很好啊 因為我們都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都鼓勵他們來清靜老師 有問題的 有疑惑的 有疑心的 對 所以師兄那個 沒關係啦 下次 能不能住在那個原山 沒有關係啦 就是說 反正看那個音源嘛 該住哪裡就住哪裡這樣子 然後希望 我要引大家來勤務 啊 究竟是比較方便 對啊 究竟是方便 嗯 究竟是方便 因為以前在淡水就是圓 他們要去不方便 然後 上市民大道 對嗎 上市民大道 哦 市民大道 偏右嘛 你要往左才會下基隆路啊 嗯 這條很快啊 呵呵 所以有時候那種 所謂的什麼自力雜行 那個是很必要的 市民大道我就從永基路下去就好了 嗯 是啦 這裡 你走就知道啊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 我覺得我很感激 我去讀那無量縮金三千倍 因為齁 我讀一讀 是透過這樣才會發現不信佛 因為 既然是佛經族語一定 反正講到跟你有關係 你一定很關係 越讀就越煩惱 那根本就不相信 哈 有很多東西 你看自己的反應就好 那如果真的就沒有齁 說你現在要急著往生 聽到很爽的 你越黏越麻煩啊 越有情形啊 你怎麼黏得好像是在應付 哈哈 對啊 對啊 你真的 對啊 你還應付咧 對不對 你根本就沒有相信啊 還用虎的 哈哈 用虎很用虎 來 左轉 左 我跟他回丟